世界各国陆军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上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庞大的全球陆军中 有着实质规模最强大的军队 他们汇聚着强大的人力 技术和战略资源 这些陆军不仅在规模上令人瞩目 更以其高度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 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今天就跟随地球情报局 一起来看一下全球最强的十大陆军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第十名 日本 日本的陆军公开人数有15万 除了军官 士官高达80% 之所以这么高低士官比例 是为了保证 万一发生战事能快速扩充兵力 不过人数虽然还行 但他们的装备非常老旧 虽然完成了机械化 但在信息化作战上仍学老美之源 他们有各型装甲车5500辆 各种火炮700门 火箭发射器100套 其中只有90型主战坦克 各方面性能能与全球最贵坦克勒克莱尔媲美 其他的装备都比较落后 不过小巴嘎有65个核电站 储存的不近百吨 并且他们对外吹牛 五年内 又造了两艘2万吨级的巨型驱逐舰 并且汇载激光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 六代战机 轨道炮等也投入了大手笔 预计到了2028年 军费直出将是全球第三 但是这样疯狂的发展兵力 早已突破了国际上要求的自卫的范畴 对这个竟在支持 还占有势手的邻居来说 他们大肆地扩充军备 而老美也支持他们 其目的显然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了 第九名 伊朗 这是中东四大霸王之一 现有35万人 革命卫队15万人 装备多且比较先几 仅卡拉尔主战坦克就有800辆 每辆重约48吨 使用焊接炮塔和复合装甲 还有个炮塔尾舱 还搭载的反应装甲模块 滑塘炮 火控观瞄系统等等 整体水平达到了先进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而祖勒菲卡尔主战坦克有310辆 外形是美国的N1主战坦克 使用的246M炮 火力很大 防火很差 手上装甲使用的是复合装甲 还安装了数字式弹道计算机 激光测距翼以及激光告警装置 另外 其72S主战坦克有480辆 每辆重36吨 最大公路速度达到了65000米每小时 采用4人车组 除了激光测距翼和电子弹道计算机 还安装了仿制N68型105毫米线躺跑 作战水平与二代坦克差不多 球长坦克100辆 N60A主战坦克150辆 蝎子轻型坦克80辆 步兵战车440辆 轮式装甲车300辆 装甲运兵车200辆 其中 天马76主战坦克100辆 这是从朝鲜购买的应急产品 每天加炮盾 除了这些提到的 还有很多其他款式的战车 比如Rod防地雷反伏击战车 可再深的风暴防地雷反伏击战车等等 总之 主打一个款式齐全 第八名 土耳其 陆军人数有40万 军事力量在中亚地区排前几 武器装备有10机重 包括鲍尔4 TTS坦克和鲍1T等 此外 土耳其也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在无人机方面也很出色 不过土耳其的工业发展一般 所以更倾向于外构先进武器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周 而且是北约成员国 虽然近年来发展减缓 但土耳其一直有着称霸中东 重塑奥斯曼帝国昔日雄风的野心 从官方数据看 土耳其军综合实力于以色列比肩 现已装备暴式坦克397辆 M60型坦克932辆 M装甲输送车2813辆 IIF型步兵战车650辆等 此外还有各种型号的大口径火炮 火箭炮等2953门 凡坦克导弹发射器近1000个 凭借这种装备规模 土耳其在中东可以横着走 时不时还挑战一下美额 练一练兵 中东地区有啥小事 他都要出兵插一脚 试图成为中东老大哥 掌握话语权 第七名 越南 陆军人数为42万 下辖四个机动军 一个战略王牌军 尽管越南军力较落 装备先进程度连柬埔寨都不如 装备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 目前 越南陆军装备有2000多辆坦克 不过 大部分坦克的性能非常老旧 甚至连三代半坦克都没有 主要因为越南的经济实力不行 没钱买第三代坦克 其中一部分T90S汉克 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越南陆军有9个军区 第一军区负责东北部 兵力约35000多人 第二军区负责越南西北部 总兵力36000多人 越南陆军的六大主力之一的316师 就部署在第二区 第三军区负责红河三角洲区域 合计27000多人 第四军区负责越南中北部 总兵力35000多人 第五军区负责中南部和南部沿海 第七军区总部设在胡志明市 这是越南的第一大城市 总兵力34000多人 第九军区负责梅公河三角洲和越南南部海域 总兵力3万余人 除此之外 越南还有四大战略机动军 直接隶属于总部管理 不隶属于任何军区 汇集了大部分精锐部队 第六名 韩国 陆军人数达到了56万 武器装备比较先进 主战坦克式K2 性能相当于中国的99E 棒子还有一款K9自行火炮 延平岛炮战时表现非常出色 不过 韩国的工业基础偏刻严重 坦克和炮管技术大多是从别国引进 自主研发能力为零 棒子陆军在国际上没有存很低 因为韩军不归韩国管 虽然是韩国组织培养 但他们没有指挥权 可以说 韩军就是美军的辅助兵种 而且在韩国本土 美军的军事力量远超韩军 所以韩国的存在感就更低了 从1897年大韩成立到现在 不过120多年 这么短的时间里 韩国在历史上只有两次文明全球过 一次是抗击小巴卡 一次是朝鲜战争 抗击小日本时 韩国直接投降 大韩帝国宣告灭亡 朝鲜战争时 韩军作为美军的辅助部队 没什么太突出表现 韩军存在感低的另一个原因 是韩军规模虚浮 因为他们是征兵制 所有轻壮年都得参军 56万人里大多不是职业军人 很多人只是接受过一段时间军事训练而已 第五名 俄罗斯 先一路均约75万 这些兵力被划分为四个军区 共分布在12个集团军中 大尔的火炮以152千引式榴弹炮为主 数量较少 主战坦克是T-72 T-80和T-90 不过 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先进的现代化武器 如柳叶刀巡飞弹和无人穿越机等 目前 大尔主要有六个军区的 分别是南部 东部 中部军区 莫斯科军区 列宁格勒军区和亚述海海军军区 南部主要负责高加索地区 东南欧地区 2022年以前的防御压力不大 自从雨污开战后 其他军区陆续调往南部 所以南部现在是精锐云集 东部的王牌第五军就来了南部 大面积辽阔 能真正抽调的机动力量有限 从兵力部署来说 缺一支强有力的战略预备队 以正在作战的第三十五集团军为例 他下下三个作战旅 总兵力只有一万多人 相当于苏联鼎盛时期的步兵师规模 目前大尔出现了很多问题 如信息化不足 战场通讯水平有限等 第四名 美国 陆军现役人员约46万 八个集团军 十一个师 其中有一个约20万人的战斗保障部队 主要兵力在国内 一部分驻扎在海外 主要分布在欧洲 用来维护老美在外的战略利益 当今世界上完全实现机械化的陆军有两个 一个是中国 另一个就是老美 不过中国是刚刚实现 老美则在几十年前就全面机械化了 机械化部队是以坦克 装甲运兵车 步兵战车等移动作战的部队 主打一个部署迅速 火力强悍 老美地装备也比较多 包括五万枚便携式反坦克和防空导弹 三百多架飞机 还有五十辆两栖战舰 主战坦克为M1A2 采用了先进的装甲技术和多功能操作系统 装备的主炮 机枪和观察台 可以进行精准射击和捕捉敌方目标 该坦克近年来在波斯湾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时表现出色 火炮也要777榴弹炮为主 不过它在巫石上表现不佳 老美地自行火炮比较厉害 M109A7旅弹式自行火炮的纸面数据 世界第一 不过老美不注重陆军更加依赖空中之源 近年来的战力一直在下滑 第三名 朝鲜 人数约九十多万 拥有八千多门重炮 火力非常强悍 朝鲜军队里陆军属于主力军 海空力量则比较弱 所有朝鲜陆军是世界比较庞大的陆军力量之一 武器装备数量也很庞大 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主战装备以第一代 第二代为主 各种口径的火炮有两万多个 其中大口径榴弹炮 加农炮四千多个 大口径火箭炮三千多个 就看这装备 隔壁棒子敢惹吗 他们还专门组建了一个炮兵军 为了装备这些重炮 这些火炮一粗是火炮为主 通过各种仿制 改进 研发升级出适合自己的类型 在火箭炮方面 宽舍很多 口径丰富 而且射程远 使用广泛 是他们的野战机动压制性武器之一 他们号称 仅四枚就能令敌方一座作战机场变为焦土 就威力和射程来说 足以覆盖棒子大部分城市 但是朝鲜火炮有个很大的问题 信息化之后 自动化不足 很多火炮还是传统设计 采用的履带式地盘 自动化水平和防护能力有限 不得不说 一看起来高大上的装备 可能只是植老虎 第二名 印度 陆军规模世界第二 拥有113万人 印军永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 有四个集团军 十二个军部 三十五个师 近年来还见了九个山底师 派了先进武器 看起来很强大 其实也就是为了吓唬人 R3没有数字化部队 机械化部队和摩托队也一言难尽 除了完先蜡眼花样 没啥突出表现 坦克数量不少 但机械化炮兵和防空模块 几乎是裸奔状态 标准最高的机械化部队 还是由不知道什么年代的 辅助车辆组成的 半机械化 半摩托化的混乱状态 不过他们的摩托车 既能堪称世界第一 一般人玩不出这花样 只有少数字型高炮 其余都是老掉牙的个 牵引式高炮 和便携式防空导弹 总的来说 印军规模庞大 现代化程度低 不是故意黑他们 因为它实际上 就是一国乱顿的状态 第一名 中国 世界第一陆军 一百五十万陆军 全机械化 世界上仅有我国做到 七千辆坦克 七百架五支 和一万门火炮 五大战区 十三个王牌军 不具一切来犯之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五大战区下属的 十三个王牌集团军 他们是核心力量 也是个土豪旅 他们装备了 九十九A型主战坦克 这是咱们研制的 第三代主战坦克 火力强 就高机动性 高防护性 被誉为陆斩之王 每个集团军都有 一百二十辆这样的坦克 总数量超一千五百辆 除此之外 还装备了各种 轮式和履带式的 自行火炮 防空导弹 步兵战车 火箭炮等 除了坦克 还有约七百架 武装直升机 和约一万门火炮 种类很多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信息化战争已成为 现代战争的主要形态 而我们也走在了 信息化建设的前面 可以高效地获取情报 实时通信 精确指挥和快速作战 能够有效应对 多样化威胁和挑战 看完以上十大军团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地球情报局 我们下期再见